第0601章 七星神华愁 湖边站着的人 顺着这道云桥走过来 这时 一个缥缈无比的声音 从虚无湖海深处传来 那是一男子的声音 清晰而冰冷 黄王赵元 有些骇然地望着虚无之湖远处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虚无之海 不就是尽头吗 任何生灵都无法跨远 更无法在那海域中生存 除非是神秘 黄王赵元面前 出现了一座 由虚无暗云幻化而成的云桥 一直通向了那神秘莫测的雾外中 黄王赵元犹豫了片刻 最后还是踏出了步子 顺着这云桥 朝着那人们从未踏入过的虚无之海中走去 虚无湖海极其地清澈 俯视下去 可以看到神秘疆域更广阔的地貌 有巨大浩瀚的山脉 有奔涌翻腾的河流 更有无垠神圣的森林 要么透着几分祥和与神秘 要么透着几分凶险与邪魅 与集庭大陆的山川 有着本质的不同 仿佛里面栖息着的生灵 还有生长着的万物 都具备着可怕的力量 集庭大陆陨落到这样一个世界中 真的可以安然无恙吗 继续往前行走 不知走了多远 那个声音没有再出现过 仿佛只是一次召唤 是否选择踏入云桥 由黄王赵元自己来决定 不知不觉 黄王赵元发现自己 已经踏在了天与虚空之上 身后是集庭大陆 一块看上去并不宏伟的陆地 就那样被虚无之海给浸泡着 被虚无之物给笼罩着 走得越远 越看不清 而脚下还有一个更庞大 更光怪陆离的疆域 未有在此处才可以完全看清 似有一股磅礴的天影力 正将集庭大陆 一点一点地拉向 这块神江仙域 无土朝着黎川接壤 黎川朝着集庭接壤 如今 集庭又朝着神秘之江接壤 小的世界 正在不断地靠向更大的世界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过去那么漫长的岁月里 集庭大陆都是独立着的 这一方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黄王接着顺着云桥走 他突然看到了另外一座云桥 就在另外一侧天边 两座云桥 似乎都是通向一个地方的 只是那云桥 又是接引了什么人 终于 云桥到了尽头 那是一处极高极高的穷空 集庭大陆此时 在黄王赵元的眼里 就像是一座悬空的岛屿了 周围有虚无之海 但还也只是 一层黑色安详的罩层 两座云桥也已经交汇了 交汇处 黄王赵元看到了一个人 助力在那里 赤着脚 天方穷雨 连一整块大陆 都显得渺小的地方 竟站着一个人 此人若不是神明 又会是什么 黄王赵元有些惶恐 他走向前 不敢出声 而此刻 另外一座云桥上 也出现了一个人 身穿着药金龙铠 头戴圣冠 威武而霸气 而且修为静不在自己之下 也是一个触摸到神境的人 此人绝不是来自集庭大陆 从这里望过去 会发现 云桥竟通向天方的另外一端 那一头竟有一块 比集庭大陆 还要大上一倍左右的陆地 那块陆地和集庭大陆一样 正朝着神秘疆域陨落 有好几块大陆 都在朝着这疆域陨落 黄王赵元 尽管从一些古老的文献中 了解了一些世界的秘密 可当这一切亲眼所见 还是难以置信 你们大陆叫什么 云桥上 那赤着脚的神明 开口问道 急 急停 黄王赵元 尽量表现得不卑不坑 你叫什么 赤着脚的神明转过身来 容貌似青年 眼眸却深邃幽暗 显然他真实年龄 并非是看上去那样 赵元 黄王回答道 问完这两个问题后 另外一座云桥的人也抵达了 那要经圣官之皇 同样带着几分疑惑 他先看了一眼赤着脚的神明 随后又看了一眼黄王赵元 你们都是降临大陆的最高统治者吧 赤着脚的神明说道 黄王赵元 与另外一名被引到此处的 圣官皇者点了点头 跪着 让我踩着你们的后脑勺 我便准许你们的大陆降临 突然 赤着脚的神明语气 变得戏谑了几分 根本分不清他是认真的 还只是一句玩笑 只是 话音刚落 黄王赵元就跪了下来 而一旁那位圣官皇者愣了一回 意识到 对方是神通广大的神明后 他尽管有几分不情愿 还是跪了下来 这时 黄王赵元 已经将脑袋扑附了下去 几乎凑到了 赤着脚的神明的脚下 你迟疑了 赤着脚的神明笑了起来 对那位圣官皇者道 那位皇者抬起了目光 看到这个笑容后 却感受到一阵恐怖袭来 没关系 你们大陆上亿万 驱魂会替我指责你 说完这句话 赤着脚的神明 抬起了一只脚 朝着那云桥连接的方向上踩了一步 云桥另一端 正是这名圣官皇者所在的大陆 称之为圣雀大陆 从这里望去 圣雀大陆 如同一座远处浮空的山脉 可随着赤着脚神明这一彩 可以看到 那片圣雀大陆的苍穹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脚掌 那脚掌为虚无之物的黑色 大到相隔千万里 都还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那小小的一方天语 竟有些无法容下 哄 一脚踩下 与鸡亭一样 飞向神秘疆域的圣雀大陆 被踩得粉碎 那星体级别的大陆轰然裂开 形成了一股如太阳爆裂般的极致光芒 磅礴的宇宙天波在席卷 大陆人们仰望的天空 甚至可以看到 一轮焰火波纹洗礼而过 将周围那些缭绕着的陨星天时 统统化作了通明的烈焰 这一刹那 如有上百的太阳 同时在天穷中浮现 爆发出的能量 冲击着万事万物 连相隔这么遥远 都可以感受到那种际面 何况是那片大陆上的生灵 那位圣光皇者 被炽热的宇宙光芒 映得脸色苍白 甚至灵魂都好像 与之一同泯灭了 这时 赤着脚的神明 抬起了另外一只脚 踩在了皇王赵元的后脑勺上 并且蹂躏了几下 使得皇王赵元 整张脸埋得更低 屈辱与毁灭 二者只能选一个 赤着脚的神明说道 不屈辱 这是夏明的荣幸 脑袋被踩在脚下的 皇王赵元说道 赵元此刻 怎么会有半点屈辱之感 他惶恐中 更是带着一丝丝庆幸 若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跪下 将脑袋凑过去 那这位神明另外一只脚 便会踩踏向极庭 我名为华仇 为七星神之一天书 我喜欢懂得感恩的子明 你们极庭若能够存活下来 便可以到我的神江中朝拜 你的子明见到我的神明 都必须朝拜 如何朝拜 我已经教过你了 说完这句话 这位神明华仇 便直接蹬着皇王赵元的后脑勺 往前走去 他前行的地方 出现了一座直通天方神穷的云桥 有那些生灵一处 便会死亡的虚物组成 哦 看在你很虔诚的份上 给你的子明一个小提醒 担心夜晚 过了很久 皇王赵元才敢抬起头来 才敢站起身来 他看了一眼旁边另外一名 和自己一样身份的人 对方早已经没有了魂魄 他浑身在发抖 甚至在痛哭流涕 像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 尊严更被践踏到了极致的人 皇王赵元快步离开 走在云桥上的时候 他看了眼另一片天 那盛却大路 并没有彻彻底底毁灭 他变成了几十块残骸 正如流星一样 朝着神秘疆界飞去 至于大路残骸 在没有虚无之海的缓冲下 有多少生灵能够幸存 便真的很难预料了 何况 他们这两座大路 似乎都陨落向了神秘疆域中 一片极其凶险的大山 神明 便是这般为所欲为吗 强大到粉碎一切信念 粉碎一切认知 让原本整个大路 觉得至高无上的东西 如一群飞蛾 皇王赵元节后余生之后 胸腔中更是不知为何 涌起了一阵炽热 全身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自己已经触摸到了神明门槛了 不求能够像 这位七星之神这般强大 但至少位列神般 这份为所欲为 他无比渴望 古代山 高耸威蛾 雾的后面 永远都有一座更高的山脉处理 仿佛永无止境 著名狼与南灵莎此时 站在古代山的飓风上 天穷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火焰 流星更是遮蔽了长空 让人感觉深处在一个末日当中 那 那是一块与吉亭相似的大陆吗 著名狼脸上 写满了惊骇之色 与南灵莎爬上这座古代山峰时 他们看到了天穷深处 有一片大陆 正与吉亭平行着 可突然幽暗的天雨中 出现了一个脚掌形状的东西 将那片大陆踩得粉碎 紧接着整片天空烈焰冲击 吉亭更被灼烤得像炼狱一样 若是那脚掌天雾落在吉亭 吉亭一样会四分五裂 生灵涂炭 是神明吗 戒龙门究竟给吉亭带来了什么 突然间 著名狼想起了那些锐国 黎川的子民 他们欣喜地称 岁月不为神的恩泽 更将戒龙门称之为天赐神铺 这无缘无故的恩泽背后 是不是有着令人细思极恐的渺小 刚才他们就与烟灭擦身而过 第0602章 这灵气 真香 有些神明与畜生没什么两样 南灵沙冷冷地说道 对神明 他没有一丝丝的敬意 更没有一点点的畏惧 即便是看见了这样末日一幕 这位神明太过残忍了 等小白启成了龙神 一定要教他先做人 再做神 著名狼并没有感到 有什么劫后余生的感觉 神明带一脚 是踏碎了那片大陆的地脉之急 远达不到让亿万生灵 直接灰飞烟灭的地步 著名狼倒是有自信活下来 王极静的人 都有活下来的可能 只是王极之下的生命救 著名狼屠萨心肠 最看不得可爱的小兔兔 小龙龙 小猫猫 小残残 死于这样的灾祸 看到前面的碎山了吗 南灵莎 显然更专注于眼前的事情 不愧是神明的女儿 如今那些寻常人家的女孩们 早已经吓得躲到被子里 以为世界末日要到来了 南灵莎就好像看到了一场流星雨一样 浑然没有那种 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紧张感 就好像用不了多久 她也可以达到那个境界一般 看到了 而且这座碎山和我很熟 著名狼苦笑了一声道 南灵莎转过头来 不明白著名狼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是我斩碎的山 从吉亭大陆落到梨川 原来跌到了 这股带山之中 著名狼接着说道 当初与那个什么上界之人 百姓男子一同厮杀 著名狼菩萨心肠 不愿看到无土之名 被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给抽干了生命与灵体 著名狼一剑 斩断了那百姓上界之人的胳膊 更斩断了地脉 让无土提前陨落到了梨川 地脉一段 除却无土之地 一些山脉也一同陨落 其中这座灵岛 好像也被卷到了虚海漩涡中 原来是砸到古代山来了呀 当初那个百姓上人 似乎就是在抽走 这座灵岛山的陵域 由此来看 这灵岛山上有大灵脉啊 小姨子是怎么知道 她落到了这里的 她难道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可以找寻到 这些稀有特别的灵脉 灵物 知道南灵莎费解 于是著名狼将这些事 给她说了一遍 这就是你所谓 与王级竞交过手的经验 南灵莎似乎还记得 南灵莎本燃魂来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阻止煞星龙杜劫 却被助名狼阻止了 差不多吧 助名狼见南灵莎 神态很冰冷 不由地摸了摸自己鼻子 不知道为什么 助名狼感受到了南灵莎的眼神拷问 冷漠中透着不满 明显有一丝丝记仇 你当是凶我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助名狼知道南灵莎不怎么爱说废话 但助名狼感觉 南灵莎这个眼神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到现在为止 助名狼还没道歉 应该是语气的问题 当时不希望南灵莎有什么事 所以语气重了一些 那灵岛碎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助名狼问道 你自己去看看 南灵莎说道 果然是在生气 刚才还一副很愿意分享信息的样子 这回就懒得提了 助名狼有些无奈 于是只好自己朝着那座碎山走去 南灵莎也不跟来 她自顾提笔 开始描绘着古代山周围的飞禽走兽 她的笔似乎可以将这些古代之兽的野性力量 封印在宣纸中 同时 一些稀有的羽毛与血液都是她发挥化石之力的重要助力 助名狼走到了那片破碎的山岛中 他们现在就在古代山峰处 碎山极其为何地断靠在山峰另外一侧 像是被一座山神搬运到此处 就丢弃在这里 无人理会 然后慢慢地生长出了许多植物 助名狼走到了碎山中 这时 自己手上戴着的镯子 焕发出了光芒 一只圆滚滚 毛茸茸 犹如一只抱枕的小银铃扑冬跃了出来 身上的肉肉在地面上一碰 然后就弹向了前面 弹弹滚滚 小银铃速度快的还追不上 助名狼急忙跟上去 发现小银铃身上蓝绒根根树立 并且像磁针一样 吸取着这碎山中蕴藏着的庞大灵域 不 助名狼第一次见到小银铃这般兴奋 就好像是一位饭桶 跳进了米饭的海洋 上面还浇了金黄金黄的猪油 这座灵岛山 还真有玄妙啊 难怪那家伙那么癫狂 助名狼也不由激动了起来 百姓上人的吸灵大法 等于是被自己打断了 也就是说 这灵岛山遗留的灵脉落到了这里 最后等于回赠到了自己的手上 是整座岛山都充斥着顶级灵器吗 小银铃正在疯狂地瞬息着 它吃不饱一样 明明灵器都已经化作了一个巨大角洞的云雾 犹如有千万只云胶在岛山周围 小银铃肥嘟嘟的毅力其中 还在吸食 终于 助名狼看到了小银铃身体在变化 它长个了 喂养了这么久 助名狼第一次见到小银铃在长大 这只倔强的小宝宝 似乎故意在等待小野椒一般 明明早就可以化龙了 却仍旧保持着幼龄的状态 毫无梦想地吃吃吃睡睡睡 终于要化龙了吗 助名狼留下了老父亲的泪水 长个归长个 小银铃体型并不像正经的龙那样 它不似古龙 也不似苍龙 更和巨龙没有半点血缘 它仍旧浑身毛茸茸的 它的耳朵变得更长 完全可以梳理到小脚掌了 它居然长出了一双大长腿 身体变得跟人类一样修长 它胖嘟嘟的身躯中 出现了一双银蓝的手臂 一如猫爪 小银铃块头依旧很小 跟一只小铃豹 没有什么区别 要说像什么的话 它确实如一只站立起来的小精灵猫豹 就差脖子上挂个铃铛什么的了 最好能够再给它配备一双猫猫爪套 那真就是一只精灵喵龙了 小银铃从出身 就算是闲着金钥似的 它极其特别 这一次化龙就可以切身感受到 因为它所化的精灵龙 气息上就特别强大 至少是龙军级别 而随着这座岛山 源源不断的灵气注入 小精灵龙居然在快速地进阶 修为疯涨 小精灵龙修为疯涨倒是情理之中 著名狼很清楚它的潜力 可小精灵龙一边自己瞬息灵气 一边馈赠给其他龙 大黑牙呼呼大睡中 修为直接暴涨到了颠位军级 并且他还没醒 要睡在一片天地一种上 一觉醒来肚结了 独 苍蓝青黄龙认认真真的 接受这灵气馈赠 修为已经完全稳固在了中卫王级 并且逐步上升的迹象 敌人越来越强大了 一刻都不能松懈 天煞龙同样获得了这份灵气 开始为上位龙王打下修为基础 但叛逃之心始终没有一丝丝的动摇 他只是在这里暂住 结位高了后 一定是要自立门户的 这小银灵脆过的灵气 真香啊 第0603章 七星神 精灵银龙气息还在变强 他正在汲取这整座山蕴藏着的灵能 几个成长阶段仿佛在他身上快速地经历着 他的身体在发生连续的成长变化 最终 精灵龙修为停留在了准卫王级 没有飞升杜剑 小银灵直接画龙 而且画的是龙王级变 著名朗大为惊骇 知道小银灵的潜质高 也不至于高到这种地步吧 画龙即龙王 天选之龙吗 戒龙门带来的影响还真不小 让原本一些本就天赋异禀的生灵 迅速地提升到 他们原本就可以到达的境界 这时 锦李先生挑了出来 正瞪着于眼睛看着小银灵 小银灵直接化身为龙王这件事 锦李先生一点都不奇怪 一个天生就可以吸灵的灵宝宝 只要他想 提升修为跟喝水一样简单 但如果这种极其特殊的小生灵 诞生在一片平级的大地上 那就需要经过更漫长的岁月了 戒龙门的岁月波 在影响着整个梨川 并且很快会影响到整座集庭大陆 天地灵气充足 只要随便找几座灵脉 就可以快速地完成修为晋升 何况祝明朗找到的这碎山 还是极其特殊的领导 比寻常的灵脉灵气浓郁十倍不止 锦李先生 好像马上有新的大陆 要与我们接壤了 那片大陆上是有神明的 祝明朗对锦李先生说道 最多也就是新神 没什么大不了的 锦李先生道 祝明朗觉得 锦李先生有很多事情瞒着自己 关于神明 你知道多少 祝明朗问道 有神明晋升 上苍就会对该疆域 进行所谓的嘉奖 该神明所在的疆域 便会出现大量的虚无之物 产生更强的天引力 把周围原本需要数千年 上万年才会靠近的大陆 牵引到自己的疆域中 这位晋升神明 也相当于得到新的封地 锦李先生说道 祝明朗脸色沉重了起来 这份沉重 不单单是世界的面纱 终于揭开了一部分 而在于锦李先生 明明早就知道 这些为何从来没有和自己说过 别误会 我也是你 站在古代山山峰上 看到了更遥远的天雨 看到了虚无之海下印出的更大疆域 我才想起来这件事的 何况在此之前告诉你 又有什么意义吗 你离神明境界还差得远了 锦李先生说道 锦李先生 现在局面又变得不可控制了 刚才另外一个大陆 被一个神明给踩碎 希望你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尽量告诉我 祝明朗一脸严肃认真的道 当然 我知无不言言无不见 我博古通经的 上只天女胸襟为度 下只繁复夜夜焦虑 锦李先生吐出这番话时 小鱼头还抬了起来 两片胡须竟显傲然 一开口就知道 是只老流氓了 祝明朗也怀疑 锦李先生有余格分裂 他时而正派严肃 谈古论经 博学多才 时而离谱滑稽 口出谎言 祝明朗也分不清 哪个才是真正的锦李 戒龙门内的事 你又知道多少 祝明朗问道 你不是已经有门票了吗 锦李先生说道 正神恩典 对啊 你现在是神明候选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想起来 要告诉你 一些关于神明的事情 可我能够记得的事情 又很有限 还是等你进到了里面 再和你说吧 锦李先生说道 那请问你有什么 有用的信息 要没有 你可以给自己 选一个口味了 祝明朗已经没耐心 跟着老鱼头耍皮了 选什么口味 今晚要好吃的吗 锦李先生很开心 清蒸 探口 红烧 剁椒 首先 实力强大到 可以摧毁一座大陆的神明 不出意外 应该是七星神了 锦李先生 一下子想起了很多记忆深处的事情了 立刻正色道 七星神 祝明朗差异道 民间不有许多 北斗七星的传说吗 既然神明的强弱 决定了该星辰 映照在苍穹中的光暗 那么 对于你们来说 最显眼的这七颗星 便是你们所处的世界中 最强的七个神明 锦李先生 语速还特别快 严谨一概 祝明朗认真地听着 此时 南灵莎也已经朝着这里走了过来 他应该也听到了 锦李先生说的这句话 他看了一眼 画了龙的小银铃 金铃龙还在汲取 碎山中的浓郁灵气 并馈赠给祝明朗的其他龙 这份馈赠 剑灵龙也极其受用 本身就修为不稳定的剑灵龙 借助这灵气 一下子冲到了中卫王级 这让祝明朗更加欣喜 剑灵龙的修为 便是自己的修为 越高越好 那样 自己才可以发挥出 更强大的剑法 你们刚才说七星神 南灵莎开口问道 锦李先生说 踩碎了那个 和我们一样大陆的神明 应该是七星神之一 祝明朗表示道 心灰神里 七星神当之无愧的最强 锦李先生说道 那即将与我们接壤的那块世界 岂不是文明级别远比我们高 是七星神的属地 祝明朗不由担忧了起来 集庭大陆好像没有正神了 也可能早就云游到别的星辰中 懒得回来了 这种情况下 已经表明 集庭整体灵修水平不高 等到了那新的疆域里 基本上是任人宰割 集庭大陆大概也想不到 前不久 他们还在厌恶离川 藐视离川 如今却一下子沦为了 别人眼中的下界之名 现在无法知道 晋升的那位神明 究竟是哪一位 但现在情况也算明朗了 集庭是游荡在这个 七星神统侠的 神江周围的大陆之一 集庭有旧神 无星神 世界等级不高 神江中有某位 神明晋升了 使得天引力增强数万倍 在短短几年时间 便把游荡大陆牵引在一起 最终落向神江中 应该每一块大陆 都有自己的天引力 他们也会将一些大地 小碎星 小天尘牵引到自己的虚无之海里 于是 无土向离川靠拢 离川与集庭接壤 现在是集庭向神江接壤 看着我干嘛 我也是得看到这些 才进行分析的 我又不是神明 我怎么可能在 没有见到这一幕之前知晓一切 你早听我的 一开始就仰龙 别休什么破剑 现在已经是我们头顶上 悬挂着的一颗闪耀的神星了 锦里先生美好气地说道 第0604章 神江 著明朗站在那破碎的山岛上 从这里望过去 正好可以看到古代山的尽头 那是一片虚无之海 虚无之海无比纯净 从未见过的干净 如炎湖 而干净的虚无之海下 赫然是一个神秘至极的江域 那江域有盛擎天龙 有巨山碧河 有星红长陵 此刻依旧可以看见 另一块大陆的残骸 正化作一团明艳的云火 划过神秘江域的天空 正陨落向一片未知的地带 七星神的神江 是在他们所处位置的下面 这意味着 黎川正朝着他们陨落 而且助明朗 站在古代山山峰上 举目似望 却未曾见到 神秘疆域的虚无之海 不是接壤 助明朗皱起了眉头 锦里先生 也跟在了助明朗的后头 他举目似望 我们相当于一颗陨星 砸入到了人家的疆土中 这不是什么好事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锦里先生 突然间慌张了起来 若是接壤 那么他们急停 应该是出现在 对方的虚无海上 也就是在别人的 神江的边界接壤 如此的话 他们与这个神江的连通 将像西芽一样 只有一条地脉道路 可现在他们放眼望去 根本就见不到 这个疆域的虚无之海 而且按照这个速度与轨迹 十有八九 是像一颗陨石一样 砸在大地的某处 虽然急停大陆周围的 虚无之海 会起到缓冲作用 不至于让急停大陆 如陨石一样燃烧起来 也不至于触碰 神江大地时 产生恐怖的碰撞波 但他们急停 等于四面八方 都是迎着新世界的 急停的最东面 是黎川 黎川的最东 正是这座古代山山峰 这意味着 自己接下去 一眼望去的虚无之海 将迅速地蒸发 即将变成一片新的疆域 而且辽阔无垠 神秘未知 滋滋滋 古代山的边缘 开始莫名地燃烧了起来 著名狼起初 只看到一小片火焰 如晚霞挂在山与海之间 可燃烧的速度误然加快 树木 山峰 大地猛地升腾起火焰 紧接着 火焰更以海啸一般的速度 席卷了这片古代山 著名狼都还没有怎么反应过来 自己目所能及之处 就化作了恐怖的火海 与此同时 虚无之海也沸腾了起来 过于炙热的力量 将海水蒸发 变成了一团又一团虚物 这虚物飘到了半空中 形成了一个天幕罩层 将古代山 以及古代山背后的整个梨川 给慢慢地庇佑了起来 果然 虚无之海 会在大陆与大陆相撞之时 产生保护 无论是柔软的海水 还是那巨大的虚物气罩 整片大地的陨落火焰 无法蔓延 我们还是离开这吧 急停要坠落了 锦里先生说道 著名朗目光望向南陵沙 他突然间怀疑 南陵沙带自己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他已经知道了 急停大陆的命运吗 他是从哪里得知的 是预言师小姨子告诉他的吗 还是南陵沙本就知道 这一切会发生 当时在绝岭城邦 他消失的那段时间 究竟跑去哪里了 走吧 虽然有虚物之海 和虚物照层 但接下去 大陆与疆域的撞击之力 依旧不是我们肉体繁胎可以承受的 著名朗说道 精灵龙也已经恰饱饱了 他的蓝色绒毛 依旧储满了灵能 著名朗觉得 小银龙之前不化龙 大概就是打算处满了灵能后 一口气直接冲到龙王 话说 小银龙居然不用肚截 这小家伙的命格 也相当高啊 小银龙是属于那种 环境越好 成长越广的类型 等到了神江 那里连一缕阳光都蕴藏着灵气 小银龙应该可以有更惊人的提升 他还是很聪明的 之前大陆灵气匮乏的时候不化龙 借着这岁月波 与大陆接壤 才一口气越过龙门 岂不龙王 则则 现在应该 只有小白起和女蛙龙的潜力 在他之上了 何况小家伙 还有一个人见仁爱的馈赠天赋 锦里先生 对精灵银龙称赞有加 至于他老人家心心念念的子龙 不好意思 子龙什么的 真不熟 开局翼龙王啊 原来做慕龙师真的很简单吗 咱也没做什么啊 无非是离奇地选择了慕龙师这条路 原本想着混吃等死 哪知道自己遇到的 每条龙都特别努力 特别有梦想 然后自己就这么成了 好几条龙王的慕龙尊者了 轰轰轰轰轰 山体已经剧烈在摇晃了 助冥狼也不敢继续在此处逗留 将精灵银龙收了起来 便换出了苍蓝青黄龙 助冥狼与南灵莎 乘上了苍蓝青黄龙 他们开始飞离这边界 再远一些 锦里先生显然不喜欢这种冲击 急急忙忙对小青卓说道 苍蓝青黄龙也感知到了天地的异状 而此刻 他们所飞过的山林中 更是不知有多少鸟受在惶恐不安 他们无助地徘徊在半空中 也不知该逃向什么地方 再远一些 锦里先生再次说道 苍蓝青黄龙挥动着青翼 最后还是停留在了一座无土的东矿山脉上 背后的世界 不知何时已经支离破碎 山林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裂痕 天空火红火红 川流被蒸干 地脉在疯狂地涌动 此时 无土之地也在剧烈地摇晃 比地震灾还强数倍 可怕的裂痕 从一些灰红的山脉上撕过 一直延展到了永城 永城之中 出现了一道恐怖的大地裂缝 直接将这座城池一分为二 人们不知该躲在屋子里 还是走到外面宽敞的地方 那份与生俱来的恐惧 使得他们只能够下意识地跪拜在地上 祈求苍天能够庇佑他们 大地此起彼伏 如波涛 山峰一座一座倒塌 森林更是沉陷 这种可怕的天体碰撞力量 开始冲击到了黎川 并从黎川的地界 不断地涌向了瑞国 涌向了吉庭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 想当初吉庭大陆从天而降时 至少还有漫长的黑夜做起事 这一次 却仿佛没有任何预兆 大概是因为 吉庭在神秘疆域的上空缘故 也大概是虚无之海之前 一直都浑浊的缘故 整个大陆的生灵到此刻产生巨大冲击时 才意识到 它们如漂流瓶一般 触碰到了一个新世界彼岸 这画面 何其震撼 往日里 人们畏惧上苍 所以祭拜各种神灵 求得的 其实也不过是风调雨顺 干旱 冰雪 地震 洪水 飓风 海啸 想当初仅仅是领冬与干旱的到来 便将整个无土逼上了绝境 现如今 这些让人们已经绝望畏惧的天灾 在这一次大陆陨落面前 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天火弥漫 海啸翻涌 山河逆流 大地起伏 树林埋葬 这一切都在短短的时间内爆发了 往常灾难之下 人们会逃窜 鸟兽会惊飞 如今面对这场浩劫 所有的生灵 竟然只能够匍匐 云云众生 何其渺小 著名朗将这一幕幕收入眼底 心中也在思考 只是遵循上苍的法则 与新的疆域戒然产生的碰撞 就已经如此害恐怖了 那在天雨中 被踏碎了地脉之己的另一座大陆 又会是怎样一个末日景象 看来唯有紧快封神 才能够在这动荡的岁月里 有一丝丝安宁 自己必须了解更多 有关于神明的信息 呦 小白起趴在著名朗的肩膀上 发出了一声软绵绵的叫声 打了一个哈欠 小白起似乎 对世界的变化毫无兴趣 昏昏欲睡 不知为何 著名朗发现 完成了这一次轮回折变后的小白起 全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子笃定 住名朗用手指探了探小白起的龙脑袋 小白起用可爱的白爪爪捧着脑袋 然后回敬给了 住名朗一个白龙口水十三连 弄得住名朗脸颊上 满是小白起的龙弦 呦 过了一会 小白起朝着东面叫了一声 住名朗顺势望去 发现新的疆域 已经呈现在了眼前 但被大量的没有消散的虚无之物给遮蔽 只能够看见 一大片与火未散的银灰色大陆一角 一般来说 虚无之物会持续在大陆接壤的区域一段时间 过了很久 才会有能够相通的断崖 可住名朗很快就发现 有一群披着黑蚂蚁的人 正狼狈无比地朝着这里飞来 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怪异的脸谱 如鼓屋 这些黑蚂蚁之人身上被灼烤着 似乎是从那大陆碰撞的烈火中穿过 这让住名朗心中暗暗惊诧 虚无之物不是还存在吗 这群人莫非全都是神明 不然怎么可能通过那虚无之物 又怎么承受下那陨落赤焰 反正换成住名朗 是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 直接踏入到神江的 是神江中的人 锦里先生说道 他们好像用什么特殊的方法 穿过了虚物 住名朗观察着这群人 这群人修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否则他们应该更早察觉到自己的存在 而非是自己先发现他们 看到这些人 正好朝着自己所在的这座无土东矿山上飞来 住名朗也顺势躲到了暗处 七弟和十三妹死了 他们运气不好 魁梧黑蚂蚁男子沉声道 该死的 都说了这破面句未必靠谱 为了能够提前抵达这下界 损失了我们黑天风不少人了 一坨被黑蚂蚁人说道 死伤在所难免 但我们比其他人先到了这里 便可以为所欲为 哈哈 我已经嗅到了 从这下界中飘来的气息 好淳朴的下界楼民 多得数不清 开始好好地掠夺一番吧 城邦 灵脉 神根 恩典 还有美女 统统都属于我们 托被人宁笑了起来 整个人因为兴奋 而轻微颤抖着 第0605章 黑天风 黑天风 这是哪个山头的神将强盗吗 怎么说起话来一股子匪气 尤其是那个驼背的家伙 驼背人的眼神迎邪 感觉一只小母鹿 从他面前蹦跋过去 他都会兴奋狂热起来 这些人 每个人眼神都特别奇怪 就好像可以一下子 从他们的眼神 判断出他们内心的情绪 为首的那魁梧黑蚂蚁男子 脸上充斥着几分冷酷 宛若一个屠夫 他率领着众人 朝着西南面走去 他们速度很快 驻明朗也不慢 难得有天外之客到来 驻明朗这个离川的土皇帝 当然是要紧紧相随的 主要是想看一看 这群人究竟想干什么 总而言之 来者不善 驻明朗没有急着动手 主要是想看一看 这些人有没有增援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驻明朗想知道 这些人是如何穿过 那浓浓的虚物的 虚无之海蒸发出来的虚物 缭绕在急停的地界 相当于一层保护气层 的生灵与急停的隔开 这一次产生的虚物很多 大概一两个月 都不会散去 可以说 虚无之物 也算是给了急停大陆 一个适应新环境的时间 至少不会被蜂拥而来的 一江生灵给践踏的 毫无还手之力 但这群人 似乎掌握了一些秘法 可以穿过那虚无之物 比其他人更早踏入急停中 当然 一定也还有别的法门 可以让一些人 穿梭在不同的大陆上 比如说 铭记 百姓断避难 以及误入漩涡的自己 急停大陆之中 应该存在着一些 隐藏着的天外之客 南灵莎对这种偷渡者 没有半点兴趣 她的直接建议 就是把人都杀了 反正他们也是不安好心 著名朗倒是想多观察观察 毕竟第一次见到外星人 有点好奇是难免的 而且 马上就要迎接一个 更庞大的疆域了 能够从这些偷渡客这里 了解一些讯息 也是好的 这群黑天风的人 共有九人 他们并没有朝着 无土城邦进发 而是朝着西面执行 越过了极高的一片山脉 他们直接抵达了 离川的南邦 南邦早就归顺祖龙城邦了 也就是那个 在年庆当夜 被黎云兹攻破了城门的城邦 他们过去就不是很强大 如今归顺了祖龙城后 也已经比过去强盛不少 黎云兹并不擅长治理 但有一点 他一定会坚持 那就是秩序 一片疆土有了秩序 才有治理可言 那位飞龙营的首领徐贝 似乎就是来自南邦的 南城邦人口偏密集 这里同样得到了岁月波的洗礼 无数人因此成为了修行者 更有不少人 突破了数十年难以逾越的级别与境界 修行者平均实力上 已经达到了将棘与主棘 子棘在南邦都算是入门了 这里木龙诗居多 以绿龙 飞龙 森林巨龙为主 植被茂密 地表潮湿 沼泽与森林共存 同时也有广袤的草原与牧场 南邦可谓一片惺惺向荣 一切都和谐有序 总是有一大群臭营 这座城邦人口也太密集了 和那些水泽营群 没有什么区别 围着腐气 喝着臭水 自以为在天堂 一个黑蚂蚁的女子说道 她眼神中透出了极深的厌恶 那么 我们直接开始吧 各取所需 回无屠夫黑蚂蚁说道 各取所需 说着这些话 这些人凌空飞度 直接落在了南邦最为显眼的地方 那是一座中心城楼 城楼旁还有一尊雕像 正是女武神力云姿的 驼背男子站在城楼屋檐上 她看到那雕像的那一刻 眼睛更绽放出了 如老鼠一般的邪光 居然兴奋激动地满脸通红 并露出了一排排黄黑之牙 感觉像是要生吞了 这位屹立在城邦中的女武神 有我 有我 这女人便是这块大地的庇佑者吗 她归我了 驼背男子 丝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邪欲 蹦 突然 那黑蚂蚁女人用手一指 指尖绽放出一道雷光 雷光将那雕像直接烘成了粉末 惊得城邦内所有人大惊失色 目光一下子都望向了 这城楼上的不速之客吗 在黎川 毁坏女武神雕像 可是人神共愤的事情 毕竟没有她抵挡瑞国大军 整个南邦 也早已经沦为了集庭的奴隶 谁是这里的掌管者 此时那位屠夫黑麻衣男子 高声质问道 南邦城内 楼房之上 已经出现了无数慕容师的身影 他们似乎意识到 由外敌前来 纷纷唤出了自己的龙兽 人数众多 龙群中 有意骑成着飞龙王的人 他身穿着军卫统领盔甲 驻明朗一眼望去 发现那人有些眼熟 正是黎云姿麾下飞龙营的首领徐贝 徐贝是一名下卫王级慕容师 擅长驯龙 领兵 在下是这黎川大统领 敢问几位从何而来 为何要损坏 我们女军的雕像 徐贝骑成着飞龙王与他们对话 表明了自己身份 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我们乃天书神将黑天风神反者 我们修得为急欲之道 那徐夫黑蚂蚁男子说道 若是客 我们欢迎 徐贝看了一眼那被摧毁的雕像 后面那句话还没有说出口 那徐夫黑蚂蚁男子却摆了摆手 我们便是你们的上仓 徐夫黑蚂蚁男子说道 此话一出 整个南帮的修行者都愤怒了 直接开始吧 纳陀贝男子已经急不可赖了 他目光放肆地在城内扫来扫去 已经锁定了几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 我的急欲为徒露 徐夫黑蚂蚁男子说道 那双凛然的双眼里 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冰冷可怕的杀意 我会从你开始屠杀全城 杀到我满足为止 泽泽 我急欲之道为采银 姑娘们 都洗干净了吗 没有也没关系 我更喜欢 纳陀贝男子发出了奸笑声 吓得全城的女子们 一个个花容失色 你们活得如此卑微肮脏 却一脸满足的样子 令我觉得恶心 那位女黑蚂蚁女子说道 她眼睛在盯着这座城邦的所有人 表情却带着急身鄙视 若她也修的是 所谓的急欲之道 应该是厌恶 如同蟑螂 这东西明明没有实际性的害处 可只要第一次看到她的女子 都恨不得抬起脚将她们踩得稀碎 毫不留情 这份厌恶仿佛刻在了本能里 此时 这位神江黑蚂蚁女子 便是这样看待整个城邦秘籍的人口 也是她一直摧毁了黎云姿的雕像 她不明白 一个活在垃圾中的女统治者 有什么资格像神明一样立起雕像 第0606章 屠宰者 竟然是一群修行急欲之道的 锦里先生摇晃着尾巴 目光盯着那群来自神江的人 修行杀戮与邪淫 柱明朗问道 是的 他们通过不断地满足这种欲望 来获得更高的修为与境界 杀戮之欲 便是不断地纵容自己去杀人 当涂了千人 涂了万人 涂了十万人后 他们也将形成自己的杀戮之道 锦里先生说道 那么修行赢 算了 不用你说 我误了 柱明朗说道 驼背 丑陋 又如此阴邪 从进入城内开始 一双眼睛 就没有从城邦中那些女子们的身上挪开过 感觉从她的神态中 就可以知道 她脑子里都在想着什么 肮脏龌龊的事情 柱明朗是一个 既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 不喜欢随随便便杀戮 同时她也是一个博爱之人 最看不得的就是 世间的家人们 被这种残渣的糟蹋 哄 一声剧烈的膨胀 便看见那徐背与她的飞龙王 被一刀劈飞了出去 那刀光巨大 可以直接扫过一整条城邦的街道 而挡在那屠夫黑蚂蚁人面前的飞龙营首领 更浑身是血地跌在了大街上 一时间 南邦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在南邦 随便抓一个路边的小孩问一嘴 南邦最强的人是谁 他们都会回答飞龙王徐背 可此时众目睽睽之下 飞龙王徐背居然被这不速之客 一刀就斩飞了 就连他骑成的那条飞龙王也受了伤 没有必要觉得屈辱 当我成为杀戮神明的那一天 你缠绕在我刀上的亡魂将背感荣幸 屠夫黑蚂蚁人冷酷到了极致 似乎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活人 而是一群本就要宰杀的牲畜 绿衣服的少女 我来了 看见老大已经出刀 那坨背人也眼睛放光地熬了一声 如一只黑豹子一般 窜向了城中的一家大院里 那大院内有一荷花闺房 窗子内 一臂绿衣上的小姐 听到这句刺耳的尖叫声后 吓得急急忙忙关上了窗 可那坨背人速度极快 更一下子就闯到了大院中 大院内明明有一些修为不低的侍卫 毕竟臂绿衣上女子也算是大家闺秀 哪知道这几个侍卫 直接被对方一掌给拍飞了出去 实力悬殊巨大 别怕 我不杀人的 我甚至还会和你生很多很多的人 坨背人的声音难听而奸邪 闺房内的少女光视 听就直接吓昏了过去 坨背人将脑袋探到了窗子处 推开了一条缝 半眯着眼睛往里面看 再看到昏倒的少女体态妙慢 娇柔动人后 整个人就更加兴奋了起来 先拿这些少女们解解馋 往后还有大菜 尤其是她们城内立起雕像的女人 从雕塑上就可以判断 一定是味觉色美人 咚咚咚 几个还算轻盈的脚步声 从和花院子里传来 坨背人朱杰听力异于常人 他知道身后走来了一个人 想来也是这院子里的侍卫 但比之前那几个墙上许多 你们家的小姐 香气很特别啊 就像这一池子里的荷花 你这个当侍卫的 难道就没有动心思过 不如你就在这守着 等我结束了 赏赐给你 坨背人朱杰说道 你知道我修的急欲知道是什么吗 著名朗站在坨背人朱杰的面前 脸上浮起了一个冷酷的笑容 原来这下界之土 也有急欲倒有 那你修的是什么 坨背人朱杰有些意外地看着著名朗 正义 我呸 人狱中就没有正义 坨背人朱杰立刻意识到 自己被这家伙耍了 眼神冷立了几分 那是你道行太前 到了阴曹地府 你慢慢地误去吧 著名朗语气变冷 虚暗不知何时 笼罩在了这个荷花大院中 脚下的花泥也变成了黑暗沼泽 坨背人朱杰歪着一个嘴 表情中透着几分不屑 就好像是在等待对方施展所有的本能 然后一脚 直接将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给踩碎 只是 随着虚暗变浓 使得他完全与外界隔绝了之后 驮背人朱杰才稍稍皱起了眉头 什么的情况 不是有消息说 这急停大陆中亡急进 基本上可以横行一片大地 凌驾于势力与国邦之上 怎么这一个小小的看渊侍卫 居然也有如此恐怖的气息 明明是大白天 周围伸手不见五指 一种冰冷而可怕的气息 像双雾一样扑打过来 驮背人朱杰这才发现自己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头龙王 这龙王邪魅而诡异 那让自己浑身哆嗦的双雾 正是从他的鼻子中呼出来的 黑暗之中像是有一只只爪子 擒住了驮背人朱杰 正将他一点一点地往这头行刑之龙那里拖拽过去 而对于这样的黑暗禁锢与虚意同欲 驮背人朱杰发现自己居然难以挣脱 急欲意味着急罪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修行道路 应该知道 十八层地狱里的第九层是争主地狱 专门收拢你这种奸淫掳掠之人 我让我的龙 给你熟悉一下去阴曹地府报到后的环境 驻明朗的声音在这虚暗领域之中回荡着 虚暗中 那些黑暗沼泽中 莫名地燃烧起了一团一团黑色明火 一盏苍白的明灯更是擦亮 将那可怕的苍白光辉照耀在了朱杰的身上 朱杰一接触到这种明光 全身立刻跟被争主了一样 松软 溃烂了开 驼被人朱杰像一只虎豹爬行 他的手指犹如爪子 时而急速冲撞着虚暗区间 时而用指找狂毛 但怎么都挣脱不出 天煞龙为他精心准备的这个黑色蒸笼 明灯焕发的光辉更强烈 这远比火焰灼烤身躯还要痛苦 驼被人朱杰一开始倒还能够承受 并且一直找寻脱离的办法 但随着痛苦在他身上叠加 随着他的灵魂也承受这种明灯明火的蒸种 他蜷缩在地上嘶喊着 他的脸已经慢慢地溶成皮泥了 他身上的肉也被明光给蒸熟了 朱杰此刻眼睛里再也没有那邪欲 有的只是一种痛苦与悔恨 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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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杰哀求着道 你怎么还想着活呢 安安心心地下地狱去吧 那里应该比这里更残酷百倍千倍 驻明朗说道 有没有十八层地狱 驻明朗倒是不清楚 但送这种狗都不如的东西下去 驻明朗乐意至极 歪门斜道 而且毫无人性 提前踏入到吉庭大陆 便是想要凭借着自身优越的实力 在这里肆意妄为 真当黎川和吉庭没人吗 处决掉了这驼背朱杰后 驻明朗朝着城邦大街上走去 飞龙王徐背倒是有几分骨气 在那位持着长刀的一江强者面前 撑了有一些时间 驻明朗跃到了高处 拍了拍手 很快天煞龙就将被明灯 给容得满目全非的驼背人朱杰 给丢到了这些黑天风人员的面前 是朱杰 黑蚂蚁中有位青年 他瞪大了瞳孔 看着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要是别人 人被争成这样 确实很难辨认 主要是朱杰是一个严重的驼背 他的骨骼与形体 实在太好识别了 屠夫黑蚂蚁红针那双眼睛里 慢慢地透出了几分怒意 而这怒意 又在极短的时间内 转成了杀戮 似乎在这个修炼急欲的人心中 一切情绪 最终都会转化为杀戮的欲望 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 只有杀戮 才能够排解内心的一切 看到这人如此极致残忍的模样 著名狼也算是明白 为什么这几个人的眼神都那么奇怪 好像什么情绪 都直接呈现在了神情中 冰冷残酷的是杀戮 满脸邪笑的是奸淫 烦躁与折磨是厌恶导致 而其他几个黑蚂蚁人 他们虽然脸上与神态 都有某种明显的情绪与欲望在 但却远没有屠夫黑蚂蚁 驼背黑蚂蚁 与黑蚂蚁三人这么严重 说白了 这三个人 简直像是脸上长着这种情绪的面具 与正常人比起来 实在有些病态 神江中 怎么还有这种 邪义古怪的修行法门 知道吗 原本我最多杀一万人 便可以完成我今日的修行 但你杀了我的同伴 便需要这块土地上 几十万人来偿命 屠夫红针 仿佛没有愤怒 只有残忍的杀念 他就是屠宰者 来此只有一个目的 杀狗修行境界所需的人数 一百万人 这里只会有九具尸体 便是你们的 助明朗同样站在楼阁的屋檐上 与这群不速之客对峙着 蟑螂就是蟑螂 会飞的蟑螂更加恶心 那女黑蚂蚁指着助明朗说道 眼睛里满是鄙夷与厌恶 老子看到你那张麻有脸才反胃 助明朗瞥了一眼这女的 打心底觉得这女人 才是最令人恶心厌恶的 从进入到黎川开始 他就在将这山清水秀 视作恶臭之地 将城邦视作垃圾堆 将城邦的人看作臭虫蟑螂 明镜那家伙 最多也就是高傲不屑 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 这女人从头到尾 就是在厌恶这里的一切 仿佛自己是多么高贵神圣 多呼吸一口这里的气息 都会脏了她的肺腑 第0607章 细杀 助明朗撇了撇嘴 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上仓 也就是修炼文明级别更高的大陆 要他们是神明级别 在天方之中 有自己的那么一道光辉 再照耀着各方大陆便算了 一群修为差不多也不过是在王级上下的人 竟然也有连跑到这里来说自己是神 有这么弱机的什么 你们更像是一群井底之蛙 不过与你们多说也没有用 解决了一个 还剩下你们八个 希望你们能让我出点汗 助明朗站在阁楼的顶部 却已经伸出了手掌 换出了自己的龙 天煞龙 苍蓝青黄龙 剑灵龙 三大龙王玄空 修为都达到了中卫王级 而苍蓝青黄龙身上的命中轻雷 更是神意特别 可以看见混沌一片的天空中 出现了无数暗青色的云雾 正慢慢地笼罩在了这南邦城之中 一缕缕暗青色的雷电 悄无声息地在空气中闪烁着 仿佛正酝酿着什么更可怕的电灾 波波 刚刚画龙的精灵龙也申请出战 他全身银蓝毛发 身材娇小玲珑 尽管蜷缩起来 仍旧和一枚豚豚的抱枕一样 但将爪子和腿腿伸出来后 就犹如一只森林之中的守望精灵 极自然之灵袖 受万物的宠爱 一对长长的耳朵 简直像是小女孩 书里的飘逸双马尾 大大的精灵毛子 更是流淌着如清晰一样的清澈与洁净 要不仔细留意 他身上的小龙脚 龙龙 龙爪等等这些龙之特征 很容易就将他视作小小的幼龄 他开始呲牙咧嘴 略短略胖嘟嘟的爪子伸了出来 一副乃凶乃凶的样子 而一旁 小白起也出来看戏 同样是身材娇小型的龙 小白起全身流苏一样的毛发 与九尾一般层层叠叠的翅膀 就更显几分高贵与宁静 他打着哈欠 慵懒如一位刚刚午睡醒来的女王 完全没有战斗的意思 那感觉 一如一只月下 高贵的白猫正趴在屋檐上 不巧看见了一群街道上 正打群架撕咬的流浪狗 无知愚蠢弱小的一族 小白起这态度 倒是和精灵银龙那打鸡血的样子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助明朗也忍不住看了小白起 实在担心 他不小心被王级的力量给波及了 于是招了招手 让他到自己怀里 别站在风口浪尖上 脑 天煞龙更是不屑地瞥了一眼 助明朗和小白起 现在就数你们俩最不能打 就不能自觉地往后靠一靠吗 脑 天煞龙给一旁的苍蓝青黄龙 一个酷酷的眼色 那意思是 最强的那个拿刀的人类交给我 其他小猪罗交给你 苍蓝青黄龙 却不和天煞龙废话 直接一道青雷霹雳 朝着外来客八人一起轰去 那青雷粗壮巨大 中央的那座城楼 都显得娇小了几分 散开的那些青雷之丝 更如暴雨天中的惊雷 在城楼的上空 恐怖地飞舞 猫 有命中了不起啊 天煞龙顿时将心中的不满 都发泄在了那个拿刀的 屠夫黑麻衣人身上 他张开了幽暗形态的翅膀 似黑暗魔鬼的领域 将一切都给遮蔽 伸手不见五指 恐惧如潮水扑面而来 屠夫黑麻衣人 脸色凝重了起来 根据他们掌握的消息 这急停大陆中 王级强者 应该是统治一方大地 此时 他们只是 降临了一个小城邦罢了 怎么可能一下子 就遇到这么强的人 看来借龙们 带给了你们难以想象的好处啊 这样的神恩 落在了你们的土地上 洒在了你们的身上 实在太过可惜了 屠夫黑麻衣人说道 面对那幽暗之一的恐惧 屠夫黑麻衣人并不慌张 他向后迈开了一步 那双眼睛里 除了执着的杀念之外 更没有别的情绪 屠龙可比杀人更有效果 尤其是这样的龙王级别 一刀狂斩 黑暗的领域 竟被他可怕的刀力 给直接展开 他那双眼睛 更像是可以穿过幽暗 看青天煞龙所在一般 这灵力的一刀 险些就砍中了天煞龙的翅膀 天煞龙在续暗中 时而如鱼一般有百 时而震翅即飞 他的行动飘忽不定 而且具备多种灵语形态的他 更是可刚可柔 拱手兼备 避开了对方这一刀后 天煞龙化作了一团淡淡的影子 出现在了这屠夫红针的背后 藏在了城楼的倒影中 屠夫红针双目凌厉 找寻着天煞龙所在 突然 城楼的倒影诡异地变换了形状 在这些天外客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变成了一只体型修长 蛇尾 浮翼 幻灵的丝叶魔鬼龙 他张开嘴 露出了尖尖长长的龙牙 尽管翘无声息 却像是在对这些 食耳一般的人类发笑 邪意凛然 当他靠近时 屠夫红针突然抽刀斩向了影子 其反应确实惊人 弱一些的王极静 基本上会被天煞龙这些诡异的细杀之法 给愚弄致死 但天煞龙本身就是一个擅长屠戮的龙 他是丧龙的变种 其实就是丧龙之王 再加上上天挑选的恶兆之命 他的杀戮方式高明 却充满艺术 那幻化为死野魔鬼的影子 根本不是冲着屠夫红针去的 魔影在恫吓了屠夫红针之后 立刻盯着那个青年黑蚂蚁男子 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将他咬住 然后倒掉了起来 急速升空 那青年黑蚂蚁男子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整个人就被叼到了高空中 天煞龙是没有爪子的 他擒住敌人的方式就两种 尾巴搅住 还有张开嘴咬住 长长的尖牙 像猪肉扑的挂钩 将那黑蚂蚁青年 直接穿了胸膛不说 更是将他提挂了起来 可以看到一道悚然的血丝落了下来 从城楼屋檐处 一直通向了昏暗混沌的半空中 但抬起头来 却根本见不到 那被叼走了的黑蚂蚁青年 六弟 屠夫红针胸腔中涌起了愤怒 他被戏弄了 这天煞龙摆出一副 与他厮杀的姿态 但却突然对实力更弱的人出手 完完全全是在折磨着自己 更在挑衅着自己 深呼吸一口气 屠夫红针可以说 差点就艰辛破防了 作为一个修杀路 急欲的人 绝不能有别的情绪 必须只保持着一颗冰冷的杀念 绝不能有多余的愤怒与恼火 第0608章 小龙龙宗师 苍蓝青黄龙凌空 青蕾与青芒 共同鞭挞着黑天风的其他人 当他发现天煞龙叼走了一个人后 苍蓝青黄龙青色的树童 闪过一丝不满 就知道这老鬼龙的话不能信 说好其他人都交给自己 天煞龙却又跑来干涉自己的历练 虽然还剩下六个人 但对手的实力降低了 就少了一点锻炼的效果 去死 那黑蚂蚁女子杨欢 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与烦躁 他眼睛盯着的 正是苍蓝青黄龙 大绿头苍蝇 苍蓝青龙在这女子杨欢的眼中 便是这样的 他恨不得立刻将这只青龙的脑袋给剁下来 苍蓝青黄龙正在专心对付另外三个人 虽然留了一个心眼 但未想到这黑蚂蚁女子杨欢的修为 竟然十分恐怖 不仅仅是中卫王级那么简单 他的挥出的手刀 竟堪比那屠夫最强势的一盏 手掌劈下 如可以填满整条大街的巨刀 顿时接到两旁的建筑 全部被轰成了碎片 一些没有来得及逃离这片战斗区域的人 更是直接死于非命 苍蓝青黄龙被这一手刀给震飞了出去 身躯摇摇晃晃 险些砸落到了地面上 急欲 厌恶 这女人境界才是最高的 这时 锦李先生开口对助明朗说道 能一手掌劈飞自己的苍蓝青黄龙 这女人实力肯定强悍 青拙 他交给我 你对付其他人 助明朗对苍蓝青黄龙说道 苍蓝青黄龙摆正了身形 受伤倒没有受伤 只是全身有一些发麻 虽然很希望继续与这黑蚂蚁女人交手 但既然主人要拿她练剑 苍蓝青黄龙只好找寻别的目标 幸好这群人之中 其他几个也不算太弱 每个人似乎都身怀一些绝技 也够她慢慢锻炼的了 天煞龙在折磨着那屠夫黑蚂蚁 助明朗去见 正对付着女蚂蚁杨欢 黑天风剩下的那几个人 看到苍蓝青黄龙的身影 逐渐靠近他们 一个个脸色铁青铁青 很显然 退去天地一种气息的青雷可以判断 这青龙才飞升没多久 若她再多磨练一阵子 完全掌握了自己的龙王之力后 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 原本杨欢师姐应对的青雷命种之龙 一下子变成了 他们这几个臭鱼烂虾的对手 心态彻底就崩盘了 他们怎么对付这青龙啊 不 就在他们几个 已经很艰难困苦的时候 一只全身毛茸茸的小精灵跳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散发出的灵气 比一个高级灵脉还浓郁 一个白脸的黑麻衣男子露出了笑容来 原来还有一头小精灵龙啊 作为一个同样是修杀戮急遇的人 他现在急需这样一只生命 来得自己增加血性 来得自己增加道行 提起手中的惊慌短刀 白脸麻衣男子 躲开了正面袭来的雷电 一个顺步出现在了蓝色精灵小龙龙的面前 一刀就是往这可爱又可怜的小精灵身上砍去 呜呀 精灵银龙身上的毛发 立刻竖立了起来 他速度一下子变得极快 城楼下 只见他蓝色如一个跃动的光点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只在眨眼的功夫就完成 很快这样的蓝色光点越来越多 精灵银龙似有无数个分身一样 快得硬接不暇 说说说 蓝银之爪扫过 撕开了这名白脸蚂蚁男子的胸膛 还未等这名蚂蚁男子感觉到疼痛 一道道找刃又从背后袭来 将他的背部抓出了几十道血痕 黑蚂蚁男子身上好歹有一件宝铠 结果却抵挡不住这小小龙的猫猫爪 在了黑蚂蚁男子的脚下 就看见他小小的个子突然一个撑月 如一弓箭般弹射 然后双脚华丽地蹬在了白脸黑蚂蚁男子的下巴上 啪 白脸黑蚂蚁男子下巴直接脱臼 整个人还被踹到了空中 咻 精灵银龙一模糊 居然直接闪身到了半空中 出现在了白脸黑蚂蚁男子的身侧 居然又是华丽的一扫满腿 啪 那么小小的一只腿 力量却大的恐怖 踢出了一道华丽的半月锤 这一脚 是踢在了白脸黑蚂蚁男子的脸上 鼓劣的声音传出 也不知是脸颊骨直接被踢断了 还是力量大的 让他的脖子都歪斜了 总之 白脸男子整个人在半空中高速地旋转 最后翻滚落地的时候 整个人都变形了 尤其是颈部以上的部位 跟脱落了 没有什么区别 一群人看得都傻眼了 尤其是那些南邦城中的木龙师们 就这么一只膝盖高度的小龙龙 怎么也在暴打一名高强修行者啊 而且武艺如此高强 动作如此流畅 这真是龙宠会武术 谁也挡不住啊 著名朗这位老父亲也看得目瞪口呆 这真的是自己 每天抱在怀里取暖的小包折吗 长了一双腿腿和爪爪后 怎么如此凶悍 而且 他的这些招式从哪里学来的啊 顺影连飞爪 撑跳升空踢 智空扫满腿 这还是自己可可爱爱的小银铃骂 分明是一位土有人畜 无害外表的小小龙宗师啊 感觉给他一些刀枪棍棒 他都可以耍得有模有样 这让经常用下巴 去蹭小银铃胖嘟嘟身体的助明朗 内心突然多了一层阴影 一群酒囊饭带 黑蚂蚁女子 杨欢目光扫了一眼 自己被暴打昏厥的同伴 厌恶无比地说道 连同伴 他一样鄙夷 助明朗当真是不喜欢 他这种斜着眼睛看人的样子 还是尽快让他去死好了 估计他死后无神的双目 都会比他现在 这副样子 好看百倍 纯粹就是恶心人 站在楼檐上 助明朗窥然不动 但心念却与剑灵龙结合在了一起 食指与中指并在一起 牵引着剑灵龙 突然一指 如离弦之剑是飞出 没有过于花哨 但却专注于最纯粹的力量 万不穿心 剑穿过 却未带起一丝丝的空气连衣 有了更高渐进的助明朗 正在尝试着更强大的飞剑之术 第0609章 腹黑啊 小姨子 而那女子 也不知使用的是什么神凡之力 她用的是执法与掌法 手指一出 便会有凌厉的雷束飞出 不亚于一名王级剑尸的权力一剑 而她的手掌威力更强 当她向外重重推去时 便感觉空间中翻腾起了一股巨蓝 明明什么都没有 却可以看到城区 接到以碾碎的方式 统统一为平地 并将那些修行者们 也一同给推先出了数百米远 成百上千名的木龙师 他们的龙有些巨大凶猛 有些全身覆盖着仲凯 有些更是盘旋在这片区域 但仅仅因为 这一向外推出的一掌 全部被送到了街区之外 摔得七零八落 著名朗的这一万部穿星剑 同样没有穿过她这一掌力 从未见过的神凡 但在这些天外之客眼中 却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 话说起来 这九个人所修行的能力 各不相同 既然是来自同一个势力 能力却完全不一样 这种状况还比较少见 著名朗并没有直接出杀招 毕竟是第一次迎客 能够从他们身上 了解到更多的讯息 对自己将来会有更大的帮助 摸着石头过河 这些人会为自己做好基石的 他们共同修的是急欲之道 一种可以通过放纵自己情绪 来快速获得修为的法门 有些过于极端 但确实是 能够快速塑造自己的方法 尤其是在一个 暂时没有戒律的世界里 他们可以胡作非为 一两个月时间 就可以将自己的急欲 达到炉火纯青 锦李先生 似乎知道著名朗心中所想 于是给祝明朗说道 他用的是什么能力 祝明朗问道 不知道 这世间怪力无数 哪有什么都记录在 我这博学的脑海里的 但本渔爷 可以用于隔来担保 慕龙师无论是在哪个世界 都是最尊贵的 听过那句话没有 慕龙人 慕龙魂 慕龙都是人上人 锦李先生扬起自己的胡须 那自信飞扬的语气 让祝明朗差点就信了 我为何感觉 他的修为起伏不定 祝明朗凝视着 那黑蚂蚁女杨欢 最初在尾随这几人时 祝明朗并没有太在意 这名女麻衣 毕竟展现出最高修为的 正是那屠夫 但到了城内之后 祝明朗却发现 这恶心女子 修为拔高了一个层次 是对方之前 用什么方法隐藏了吗 要不是自己 确实有足够的底气 这个实力 判断失误 就可能给自己引来大麻烦 急欲所致 他此时对周围的一切 产生了强烈的厌恶 恨不得将你们 像蟑螂一样全部踩死 这份厌恶机 急欲会 升华他的修为 同样的 那个屠夫 要是杀念越强 同时杀的人越多 修为也会暴涨 所以 尽量要影响他的心智 要让他慌张 要让他恐惧 哪怕让他 喜欢你也可以 总之不能让他急艳 那样他修为 可能还会再提升 锦李先生说道 让他喜欢自己 那真是太恶心人了 像这种 把人当做畜生的 祝明朗 恨不得一见 让他投胎去做畜生 祝明朗 再次与对方 交手了几个回合 果然 他修为在上涨 他每一次出手力量 都比之前强上了几分 而他那张脸上 表现出来的 极艳情绪 更是到达了极点 祝明朗坚信 只要不将他给处决了 这南邦城的所有人 都会被他给蹂躏致死 屠夫杀人 他好歹是为了 达到自己杀戮的修行 而这女子的厌恶 是对整个下界 苟活着的人 他所要做的 多半是会将一个种族 给杀得绝灭为止 祝明朗连出了几剑 哪怕是威力强劲地 剑出东方 竟也被他古怪的长法 给挡了下来 而很快 祝明朗看到了 他脸上的鄙夷与厌恶 那斜着的眼睛 令人真的 全身都不舒服 本来还想着练练 飞剑禁剑 看样子是没有必要了 再跟对方这样磨蹭下去 他修为暴涨到了上位 就得浪费自己一次剑行了 经历了绝岭城邦一战 剑玲珑引够了鲜活战血 碧血剑鸣文 已经重新焕发起了光辉 在祝明朗感觉中 应该是碧血剑鸣文更强一些 那一场战争里 祝明朗斩杀的王极静强者 就不在少数 而碧血剑需要的 正是这份银血杀戮 只是 如果面对几个来自于神江的小角色 都使用了剑行 往后的路走起来 就更艰难了 灵莎姑娘 能来一下吗 祝明朗突然开口 向后换了一声 我没兴趣 男灵莎可能身体有些小不适 今天与往常截然不用 对战斗没有一丝丝兴致 换作平常 不等祝明朗上前 她已经把人全部给灭了 男灵莎现在修为也不低 她似乎和黎云姿一样 找回了自己的天命之本 举手投足 都透着一股子仙子弃语 帮的小忙 摘下面纱可以吗 祝明朗认认真真的请求道 男灵莎踏着那画周 仙气飘飘地飞来 她同祝明朗站在了一起 佇立在高高的阁楼之上 尽管很有些困惑 男灵莎还是缓缓地摘下了面纱 展露出了绝色滋容 容颜之美 似可以一下子 让整座成的人为之弥醉 尤其是她本身就具备 神机后裔的血统 再加上命魂之本的回归 手持一画笔 衣上朴素 男眼绝带风华 要说天外之人 这些黑天风的人 根本就是一群凡夫俗子 男灵莎往这高处一站 身姿妙慢 曲线优美 气质高贵而出尘 那才是真正的天外之仙 这雕像 便是为你立的 那位黑蚂蚁女子杨欢 一眼就认出了她来 指着男灵莎 趾高气昂地质问道 倘若那修邪迎急欲的朱杰还活着 估计她看到男灵莎那一瞬间 欲念直接火山爆发 修为没准都要突破神明了 可惜她已经死透了 男灵莎懒地搭理她 那双射人心铺的毛子里 所表达的意思 再直白不过了 在座各位都是什么垃圾 本仙子不想脏了手 杨欢见对方不应答 怒从胸腔中升起 并迅速地表现在了脸上 除此之外 对方沉于落雁之美 也让杨欢心中堵得难受 纵然再怎么去克制 也无法压制住妒忌之意 愤怒 极度 尽管这两种情绪都会产生厌恶 可一旦愤怒与极度占据了主导 内心就会产生一种 几乎疯狂的杀意 这纯粹原始的杀意 与厌恶灭绝是两回事 天煞龙在细杀桌 弄着那屠夫强者 正在一次一次 让对方破了自己的急欲 让她逐渐失去冷漠与理智 同样的 南灵莎摘下面纱那一刻 并表现出了 对这群天外可不屑一顾的样子 可谓瞬间就让那黑蚂蚁女子 破了内心防线 假如南灵莎修为低便算了 偏偏杨欢能够感觉到 南灵莎身上的修为 丝毫不逊色于在场任何人 比心气 著名朗就没见过 比南灵莎心气更高的 刚入城时 这女人就一直将 黎云姿的雕像给摧毁了 显然那不是厌恶所导致的 是对方的气质 美貌 还有受人敬仰的神韵令她恼怒 所有听警理先生说 要更轻松地解决对方 最好是先破这女人的心境 于是著名朗就尝试了一下 让南灵莎过来露个脸 都还没让南灵莎攻心 对方直接就破镜了 果然一群天机修行的人 心智又能够坚定到哪里去 剑出东方 著名朗看准机会 果断在出手 剑是一样的剑 威力也没有之前那一道强劲 那被破了心境的女麻衣杨欢 脸色却再变 她再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右手手掌 想要形成那阵波 将著名朗这一飞剑给打出去 可这一次 那如一道天边杜白的剑光 却直接穿过了她的阵掌 朝着黑麻衣女子的脸上滑了过去 黑麻衣杨欢反应倒是有些 她立刻侧身去躲 但还是被剑锋给刮到了肌肤 侧脸颊上 马上多出了一条鲜红的血痕 伤疤 让她的脸看上去顺眼了几分 男灵杀却突然笑了起来 这句话潜在的意思就是 你已经丑到无可救药了 破相时的血都给你脸上增添了几分颜色 果然黑麻衣女子杨欢彻底破镜了 她脸上已经被翻涌火焰的愤怒给占占据 而她那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上界之人的高傲 也被踩她的一丁点不剩 她现在不仅仅无法跟男灵杀站在同一境界上对弈了 反而被男灵杀踩在脚下 低了一个心境层次 男灵杀对她表现出来的才是一种看到孽处作怪的厌恶 祝明朗看了看男灵杀 这高冷至极的藐视 匹配上那完美无瑕的神仙颜值 还笑得这般灿烂绝艳 有点点可爱 祝明朗觉得自己要是被嘲讽的女人 拔剑自吻的心都有了 腹黑 果然是你啊 画师小姨子 身体上表现得今天不想打架 这小嘴儿 却如此诚实地把战局一下子拽入了修罗炼狱的级别 她修为将了 祝明朗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对方修为变化 如此说来 不是自己判断失误了 是她以上戒之人到了城邦后 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与厌恶感 让她修为暴涨 真是修为 下位啊 你装你娘的圣白脸呢 第0610章 成神之日 手指牵引着剑玲珑 祝明朗开始转动着自己的指尖 剑身也在半空中开始急速地旋转着 可以看到 剑气朝着周围散开 并且也在高速地旋转 去 剑极旋贴着街道 形成了一个夸张至极的剑气风罗 风罗剑直直地灌过 那黑蚂蚁女子依旧推出了一掌 想要将祝明朗这一批剑术给化解 祝明朗这一次清晰地看见了 空间中有一波纹 如完全透明的水一般 正试图将自己的风罗剑给绵软化 当下祝明朗手指加快了搅动 让剑玲珑周围的剑气风罗 变得更巨大 更有力量 那女子不愿意收掌 尽管她还没有真正接触到剑尖 可她此时掌心上已经被钻出了一个小窟窿 随着剑玲珑旋力增强 随着那风罗更庞大 那水样的掌波渐渐地消散 而黑蚂蚁杨欢的手掌上 更出现了一个鲜红的窟窿 她的手掌 被转穿了 她恼羞成目 另一只手承手刀 猛地朝着著明朗所在的位置劈去 剑玲珑旋转带起的风罗 却先一步席向了她 将她整个人直接刮了起来 狠狠地摔向了城楼后头的一条冲臭水沟中 她从臭水沟中爬起来 闻了闻身上的搜尾 顿时气得有些发狂了 她开始胡乱地拍掌 每一掌都造成一股恐怖的冲击 这楼屋林立的城区 一下子充斥着她 拍出来的硕大掌印 剑玲珑灵巧地闪避着 她逐渐靠近了这黑蚂蚁女人 黑蚂蚁杨欢 看到这柄杀人之剑越来越近了 显得更慌张与疯狂 本身剑玲珑现在就拥有中卫王级的修为 对方还差了自己一个层次 更何况这女人此刻全身都是破绽 基本上不可能失误了 刷 剑如急隐而过 非常精准地斩掉了这女子的一条手臂 黑蚂蚁杨欢看了一眼 自己落在臭水沟中的手 那双眼睛里 再也没有半点咽气与不屑 她露出了几分哀求 想要同伴中的其他人来救她 可其他人自身难保 包括那位修为最高的黑蚂蚁屠夫 被天煞龙折磨得如一战场莽夫 彻底丢掉了冷静与冷漠 看来你更适合臭水沟 就让你葬身此处吧 助明朗踩着一柄分化出来的剑光 出现在了这黑蚂蚁女子的上方 看得出来 这女子想求柔 可助明朗 现在多听这女人说一句话 都觉得恶心想吐 手一抬 煞石剑光飞缩 一道道凌厉的剑光 如上百名剑尸 同时遇见飞刺 真正意义上的万剑穿星 黑蚂蚁杨欢竭尽全力的抵挡 可助明朗操控着的剑光 像是无穷无尽一样 不知不觉 密密麻麻的剑光 连成了一条 从街道尽头 贯穿到这街尾的银色浆流 华丽至极 黑蚂蚁女子不断地向后退 当她一脚踩在臭水沟中 失去了平衡时 其中一道剑光洞穿了她的肩膀 当她身形摇摆 未来的急灰掌时 她的膝盖被一道剑光划开 她猙獰发狂地嘶喊时 又是一剑光将她钉在了城墙上 终于 她拍不出任何一掌了 于是所有的剑光再无阻碍地飞缩 直接将她打得千穿百孔 整个人鲜红鲜红地 倒在了发臭的沟渠中 踩走了魂 助明朗发现 这黑蚂蚁女的魂珠还算优质 但可以感受到 这女人化作亡魂之后的怨恨 在那臭水沟附近 久久不散 一个被自己视作会飞的蟑螂的人 却将她杀死在臭水沟处 那是何等的屈辱 最可泣的是 连怨鬼都做不成 魂魄被凝炼成了珠子 最后还像牲口一样 被卖一个好价钱 回到了城楼附近 助明朗发现 这黑天风一行人中 就只剩下那个修为比较高的 屠夫黑麻衣了 屠夫黑麻衣本身就是中卫王级 实力确实在集庭中 算非常顶尖的了 可他们很倒霉 从哪里登陆不好 非要从助明朗所在的离川 何况如今离川中 除却助明朗之外 还有各大势力都驻扎 其实不乏一些中卫王级境界的高手 他们或许能够一时得逞 但最终还是会被消灭掉 助明朗也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 每一个杀死的天外客 助明朗都认认真真的进行了采魂酿珠 即便有些自己用不着了 也可以给身边的人嘛 你告诉我 你们黑天风是怎么穿过虚物的 我便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助明朗对那黑麻衣屠夫说道 刚到南邦时 黑麻衣屠夫是何等的趾高气昂 何等的猖狂 仿佛整座城就是他圈养的牲畜 任由他宰割 可现在 看到同伴们相继死去 而他在天煞龙的鬼魅戏法中 毫无胜算 不由地露出了几分慌张 他们脸谱比较特别 是专门制作的 戴上那脸谱 应该就可以穿过虚物了 这时 锦理先生开口说道 这句话一出口 黑麻衣屠夫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一条鱼 要你多嘴吗 这不是让自己连最后谈判的筹码都没有了 祝明朗笑了起来 那你没半点价值了呀 我可以告诉你急欲的修行法门 你可以很快凌驾于整个大陆之上 黑麻衣屠夫红针急急忙忙说道 急欲修行法门里有正义吗 祝明朗问道 黑麻衣屠夫红针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有啊 那我自己误 相信终有一天正道的光会 洒在这大地上 那便是我祝明朗成神之日 祝明朗说完这句话 手指向下 如一位黑夜中的王 对自己的行刑观示意执行 祝明朗没有回头 留给了那黑麻衣屠夫 一个宏伟高大 永远都无法逾越的背影 潇洒的风 赐给他冷酷的身躯上添了一件披衣 每一步都踏得那么洒脱且笃定 天煞龙露出了两只尖尖的牙齿 苍蓝青黄龙身上的 羽毛太阳光一样炽热 剑玲龙轻轻地颤鸣了起来 渴望饮血 你秀为高是吧 龙王难道要跟你一个屠夫 讲什么武德吗 三条龙打你一个 你还能不死的 很快 身后就传来了屠夫黑麻衣的惨叫声 本来他可以死得干净利落一些的 偏偏天煞龙这样一个小魔鬼存在 他将剑玲龙和苍蓝青黄龙给带坏了 明明可以很快就弄死 非要避开对方的要害 让一个冷酷的屠夫 从恐惧到崩溃 从崩溃到燃起一点逃跑的希望 结果这逃跑的希望 是天煞龙故意给的 很快又被天煞龙拽回到了绝望中 到最后 屠夫黑麻衣的脸上 只有痛苦与悔恨 他已经被折磨得不行了 更后悔当初 听信那些人的蛊惑 跑到这下界中受辱 著名朗将这些人的脸谱给收了去 仔细观察了一番 著名朗发现 这脸谱之中 倒是镶着一件自己熟悉的东西 灯玉 虽然不是神谷灯玉 但也是品质非常高的灯玉了 虚物是死亡之物 踏入其中的生灵 会很快失去生命 也就是说 他们对灯玉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使得这灯玉脸谱 可以让人在虚物中活动 于是提前到了这里 这脸谱可以带回去一份 给住门的那些老工匠们 看一看构造 若是可以批量生产 那你们急停 也至少可以占据些许主动权 虚物彻底消散 需要一两个月 这一两个月 必须探寻清楚外疆的状况 不然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锦里先生对助名朗说道 助名朗点了点头 面具有好几个 其中 屠夫与女麻衣戴的做工最精细 其灯玉品质也高 所以 用他们的脸谱面具 应该是可以穿梭虚物的 当然 拿着脸谱面具 助名朗自己也有一些打算 既然他们可以通过 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提前踏入集庭 那自己 也可以 进到他们的疆域中啊 只要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当自己出现在对方的疆域中 他们是不可能意识到 自己是来自集庭的 还能够混入其中 了解更多的事情 只是 这样做会有些危险 助名朗本意 是想叫上喜欢冒险刺激的男龄沙的 可考虑到外面的世界过于凶险 又有不少未知 还是自己先去吧 等了解清楚了外界的深浅 再带小姨子出江 也不迟 回到了祖龙城邦 助名朗将天外客潜入的事情 与势力联合的长老 魁首们说了一遍 好让他们提前提防 这东西看看能不能制作 可以穿过虚物 我从几个天外客那里扒下来的 助名朗将连谱地给了锦铃长老 公子了不得啊 事事上前不久 我们才得到一些消息 集庭许多边界处 都出现了天外客的踪影 有些非常高调 大开杀戒 无人可挡 有些非常低调 踏入后 就混入到了我们城池之中 难以寻觅 锦铃长老说道 我们集庭内 应该已经有一些势力 与天外客有着联系的 但不管怎么样 嫡多有寡 让助天官也早做准备 助名朗说道 门主睿智 肯定有了应对 倒是公子得的这脸谱是好东西 这样我们住门 也可以领先其他势力摸索外僵 对了 公子 您要的月琉璃有了 锦铃长老说道 助名朗一听 脸上露出了喜色 有了月琉璃 小白起可以进阶了 原来修二代 日子真的很惬意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